好,我進來了這一個MOTOGP裡面的一個小區域這邊 這樣子的跳,而且很歡樂,非常的親切,只要你過去說想拍照想跳舞他們都會跟你拍照跳舞 再來呢裡面呢,帶大家進去裡面看一下,有一些傳統的東西 比如說像現在我後面這一個就是有在烤餅,然後現場呢還有這一個我覺得也很特別 就是比如說像這樣子,後面有人正在做年限的成品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蠶絲紡織,在我後面這邊 蠶絲,然後後面那個應該也是棉線 就是棉花啊,然後把它弄成碎的,然後再把它捲成線 線呢,然後再把它染色上去就變成棉線,然後就可以製成一些商品啊 或者衣物啊,小物這樣子 然後現場呢,這個活動有很多穿泰國服飾的,然後也有一些食物啊 可以給大家就提供使用 像比如說我現在後面這個,就是可以試吃喔 不過因為我現在太忙了,我要拍照,沒有辦法試吃 很特別齁 然後我覺得他們這樣子跳舞要跳很久,我覺得好辛苦喔 好啦,那我去看看還有什麼吧 就是現在後面這個,就是這個餅長這樣子 就是,你有偷那個隊友的 欸,那我拿一下喔 偷隊友的,來試吃看看喔 嗯,米做的 米做的,然後有甜甜 可是甜應該不是米的甜吧,另外有放糖的感覺 嗯,好吃耶,然後像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子翻翻翻,然後越來越大片這樣子 哇塞 現在到了那個飯店 母尼南的飯店叫做 Le La Mue 這裡呢,飯店還蠻漂亮的喔 有點像是 度假村的感覺嗎? 哇,現在是夕陽的感覺欸 超美的 就是這邊會有一大片的火 哇塞 哇塞,好漂亮喔 哈哈 你看 然後大概休息,休息一下 就要再去吃晚餐 哇塞,好漂亮喔 超美的啦 哇 好啦,那我要準備去梳洗一下 等一下待會要來去吃晚餐囉 嗨 今天是我在烏尼蘭的第二天 然後今天有一點 早上的時候有一點可怕 因為它下雨了 它會場的地面上就是會有濕濕的水 所以早上的時候我是把我的腳 把我的腳的鞋子脫掉拿在手上 然後腳就走在地上 根本就是潑水節的概念 那今天第二天它是屬於會場裡面的 今天是沒有賽事 今天好像是練習賽那一類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跟著裡面進去 然後來到這邊的話 其實有蠻多就是一些紀念品 還有這個體育場 就是那種類似聯名的 那種聯名的商品可以去選購 然後我們剛剛就買了一個 其實我不是為了聯名商品去選購 我是買了一個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耳塞 待會就是 要塞在兩邊 因為要怕裡面那個 賽車聲音太大聲了 然後如果你聽整天 因為我要待在這邊整天 等一下聽整天我晚上可能睡覺 還一直在 這樣子 哇我現在慢慢走路要 要小心下面的水 所以啦我覺得來到泰國 其實有的人都問我說 欸泰國該穿什麼衣服啊 然後該穿什麼鞋子 記得隨時就是帶了一個 波鞋來就對了 因為一輩不時之需啊 那呢外套呢也是必須要戴的 比如說防曬啊 或者是到室內會比較冷啊 所以這個小外套是一定要戴一件的啦 好興奮喔 我昨天跟我泰國朋友聊天 我們在聊那個 我聽到那個聲音 我覺得我好興奮喔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摩托車那種競賽的感覺 然後結果泰國朋友說 我反而我也喜歡賽車 可是我喜歡的是 嗯 汽車的那種賽車 因為他喜歡那個引擎聲 可是對我來講 我還是喜歡摩托車的引擎聲 哇好刺激 成了我要高潮了 我要高潮了 我已經進來了 然後如果你覺得這個 呃我的聲音太大聲 是因為我在現場 因為那聲音非常的大聲 所以我就會讓可能 講話要比較大聲一點 那可能在聽 呃這直音變成你啊 會覺得說 欸我講話怎麼那麼大聲 其實我在現場 講話滿慈力的 然後今天 剛剛是下了雲 然後現在太陽出來了 算還不錯 然後 這就是一個很舒適的 開始了開始了 聽說這個聲音比較大聲的 是250cc的 一邊看 賽車一邊喝啤酒 火車 實在啊 天氣太熱了 一定要開啤酒 一定要開啤酒 邊邊 火水整個噴出去 有沒有那麼興奮 好 一個階段 差不多就是有休息時間 那我現在要先去吃飯了 因為我昨天已經在廟跌倒了 然後現在就是 他們都每個人都很在乎我 會不會再跌倒這件事情 其實白天喝一點小酒還滿開心的 然後呢 我們這幾天呢 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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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啦 好多市集喔 不是市集 他們的塔拉 也是稱為市集 也是稱為就是市場啊 那我這邊看到好多攤喔 可是我已經吃很飽了 我現在不曉得我還要吃什麼 如果你來到這裡啊 其實就是 呃 沒有叫外送也沒關係 沒有訂餐廳也沒關係 其實他這邊就是也有那個 攤飯 我覺得明年應該會辦得更 更完善的 雖然今年我覺得也不錯了 只是說 因為你知道活動就是這樣嘛 一年要比一年就是會更 淨化 然後更 貼近人心 所以我覺得明年應該會更完善 是收現金的 因為像這樣這邊就有收 60泰銖 100泰銖這樣子 看 攤位上寫多少 就是看攤位上寫多少錢 就是 呃 多少 然後 因為有一般在泰國的美食街啊 或是 Fuco 他們就會拿那個卡 比如說 要先去廚子再去買東西 可是這邊不用 這邊直接用現金 現在要去坐 卡車 卡車太可愛了啦 哇 天氣一好 哇 好多車喔 生意太好了 本來一整排滿滿的 耶 我要去坐前面的 位子卡 來 好 我到後面了 喔 然後 好 喔 說好 好 好 哈哈 非常害羞 太羞 太羞 很害羞 你怎麼會這樣 沒有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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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之後有沒有女朋友 他說沒有 我說沒有騙我啊 他說請幫我找一下喔 我覺得如果你有機會到泰國啊 就是其他的外府城市來玩的時候 雖然對他們來說是那種非常平凡無奇的事情 可是對我們這種外國觀光客來說 我覺得每一樣的小事情都滿值得去體驗看看的 然後 不管是怎麼樣的體驗 我覺得在他每一次的感覺當中 你一定會得到一些啟發 那也只能就是說 很感謝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來到泰國這邊玩 哇 這邊整排都是 超級浮誇的啦 這一台 太多燈了 很怕人家夜間看不到 晚上一定那裡看得到的 坐完卡車了 現在要繼續那個體育場裡面看 賽車 為什麼又再去一次呢 因為在下午的時段呢 就是好像有預賽 預賽好像是那一種 比賽看誰明天啦 誰先出發的那個位置順序吧 好像是 那如果我有說錯或者是哪裡不對的 請大家多見諒 因為我就是一個觀光客 也是跟著來看 並不是很專業的啦 抱著一個來看看 賽車選手們的那種刺激比賽啊 然後順便來觀光一下 泰國五里南啊 這種心情是放鬆的 所以大家請看這支影片 要放鬆放鬆再放鬆喔 今天是第三天 10月6號 也就是我們今天摩托 摩托GP的最後一天 那今天呢 有重頭戲 就是有 摩托1 摩托2 還有摩托的比賽 那 會分成摩托分 摩托1 摩托2 當然是跟息息數有關啦 那我們等一下要去看今天很緊張的賽車 對 然後就因為是今天最後一天 所以今天人超多的 人潮超多的 再來呢 聽說啦 今天呢 這個周圍所販售的周邊商品 也是因為呢 活動最後一天 會有比較便宜喔 所以剛好呢 如果明年呢 你來到這裡的話 你可以買東西的小撇步 可能在最後一天 再來買 會比較便宜 當然啦 也有可能你想要買的 會沒size 之類的 看你啦 看大家啦 你看你想要最後一天搶便宜 還是要先搶你喜歡的 那個款式 給大家做選擇 哇 天氣真好 晴空萬里 還有 直升機 在現場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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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子 好興奮哦 希望可以看到我們家馬克 誰是我們家馬克 馬克呢 他們的編號是93號 現場還蠻多人啦 就是非常的支持他 因為他非常的有名 那我也是呢 因為一個門外和家觀觀客的關係 所以認識了他 然後覺得說 哇 超帥的 他的笑容笑起來很漂亮 辣妹很多人要跟他合照 超正的辣妹 我對男生比較有興趣 我們去看馬克 雖然很遠 他那個車 他那個身形 就是這樣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我只知道他是橘色的 93號 哇賽 剛剛這樣子進來了 真的人潮蠻多的 然後因為整天下來呢 上舞場的就是會有 摩托1摩托2的那個比賽 然後接下來下舞場的重點就是摩托 那摩托就是 1000CC的 現在這個聲音大家歡呼 對 然後現在大家正在等待 就是那個 1000CC的突然 就是我們心愛的馬克 待會會出現 哈哈哈 不好意思喔 我只認識他 如果有機會認識其他人 我會為其他人加油的 好啦 那我們要去看吧 這次的聲音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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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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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